最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教育指標的評比 台灣的這個學習表現 在數學、科學、閱讀以及公民素養 都名列前茅 展現了韌性以及學習的幸福感 那我想這個跟這個老師的批評 有一點很大的落差 108課剛實施到現在 我想這個在教學現場都能夠非常的適應 那孩子的學習表現也在提升當中 那我想品格教育不是靠被文言文 那文言文會占一定的比例 那也會有一定的文實的素養 最重要孩子能夠在公民素養上有所進步 這是很難得的 我們看到指標當中 對人權、環境意識、對媒體視督 都有很長足的進步 這是台灣未來的資產 不要輕易的否定台灣目前的教育成果